今天還有一項調查數據也令人很擔心 就是呢 臺北市衛生局調查發現 臺北市每年大約有二十位 十五到二十四歲的青少年死於自殺 其中有七成四是因為感情 或者是人際關係 判定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時期 也是認識自我很重要的階段 臺北市衛生局針對十五到二十四歲的青少年 進行一項調查發現 臺北市每年約有二十人死於自殺 五百人發生過自殺的行為 約佔總自殺企圖的百分之十六 也就是說臺北市每個月 平均有將近兩名青少年 因為自殺而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其實所有心理上的困擾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兩個以上的多重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的調查裡面就可以顯示 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不止一個問題 那甚至有三四個問題加注在一起 他就沒有辦法承受 儘管衛生署最新的統計資料 九十八年全國平均自殺的死亡率 已經比九十七年減少百分之一點六 但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少年的自殺死亡率 還是增加了百分之三點三 進一步分析年輕人的自殺原因 發現有七成四的青少年是因為受到感情 及人際關係因素的影響 才會想不開 他可能是用一些其他方式來表達 譬如說他翹課或者是逃家 或者是用一些自己傷害自己的方式 然後看看你會不會發現 好像有一點點在豬米藏的一個方式 另外根據心理師的臨床觀察 前來門診求助的自殘 青少年普遍都有情緒不穩定 懷疑自我價值的狀況 一旦壓力無法宣洩 就可能出現自我傷害的行為 因此心理師提醒家長和師長們 平時除了多注意並了解 青少年們的想法及行為之外 家長每天最好也能空出 至少一個小時的時間與孩子相處 只要主動關心 讓孩子感受到被了解與尊重 就可盡量減少自殺害事的發生 記者吳瑤瑜 陳柏玉台北報導